咱就是说德云社又得罪人了吗 顶流演员及二连三倍造谣 前几日有网友爆出德云社演员郁云鹏疑似被抓 事情起因是因为有网友爆出郁云鹏上月10日还在天津胎戏 而15日却在北京跟王宝强等人聚会 违反了北京的防疫要求 这则消息一爆出也是将岳云鹏直接送上热搜 但在当晚岳云鹏就在社交平台发文 并配了一张凝视的照片 随后也有我们尼咬2022节目组的演员表示称 昨天还与岳云鹏一起录制节目 而且在近日刘晓婷也是变相地为师傅辟谣 有没有问题是可以为的 大哥你这天儿谣的都说话 大哥你是啥的 这是我朋友 半天一阵的不好好看 你给我对一个 逗狗吗 这就是说说 就说一朋友 我来听上来 没事 没关系 这场面好那个 等我下回再演的时候 为什么我再听 没关系 你再跟我师傅聊天 这场别聊了 不得不说刘晓婷的辟谣实在是太机智了 毕竟师傅的朋友现场能跟师傅聊天 也就证明玉云鹏没有被抓 但还没有等到玉云鹏被抓的热度下去 就又有网友爆出秦潇贤孟贺堂约会三女 据爆料的网友称 在粉末江湖期间 秦潇贤孟贺堂约会三女 期间秦潇贤孟贺堂与女伴两次出现在棋牌会所 都是玩到半夜 一位黑衣美女还一直与秦潇贤住同一家酒店 黑衣美女还亲自给秦潇贤探班送饭 连师傅郭的钢都吃得不亦乐乎 不得不说这篇故事的技术 真的应该去写小说呀 当然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视频中说的三女一位是秦潇贤的姐姐 一位是孟贺堂的老婆 最后一位则是粉末江湖剧组的女演员 不用说了探班的黑衣美女就是秦潇贤的姐姐 如若不是怕是郭老师也不会吃得不亦乐乎 而且秦潇贤在采访中也曾表示姐姐会来探班 也有粉末江湖剧组的人人称 在拍摄期间所有的演员都是住在那家酒店 不得不说把三个时间点串联在一起编故事 也是将看图说话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纷纷调侃 这是快到年底了提前冲业绩吗 这也冲得太早了 蹭流量换一家吧 德云设有点难 德云设顶留他房更难 就是不知道过几天演出会不会杂卦 毕竟12号于云鹏在青岛有专场 而陆贺堂也是在12日回到小园子演出 不知道一语至死 周九良会不会上线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